提醒大家受到寒流的影响 晚上的温度还是很冷的 一直到明天清晨都是一样的状况 而且日后回温其实也蛮慢的 未来几天的天气重点 我们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宣同 气象署持续发布了低温特报 所以几乎全台湾呢 都是有可能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 特别是这一波寒流的余威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都是比较冷的 我们特别整理出了这一张图 告诉大家在整个嘉义以北 有可能会出现8到11度的低温 而在苗栗地区 竹苗地区呢 内陆可能会出现5度以下 甚至这样子的体感温度 还会比实际的再降个2到3度 所以预寒工作还是要记得做 而且这一波回温的速度呢 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绿色的这一条线 是北部宜兰地区 未来的每一天 大概就只是上升个1到2度左右 所以预计看起来到下礼拜一的时候 它的高温才会回到20度 而中南部的天气重点 则是黄色的这一条线 可以看到在礼拜四的时候 它的高温就会占回到20度 但是早上的时候 因为有辐射冷却 所以有极低温度出现 甚至比北部还要来的再更冷一些 而这样子的温差呢 动辄就会超过10度以上 礼拜四到礼拜日 都是类似的天气状况 提醒家里面 如果有心血管疾病患者 或者是老人家的话 都要跟他说一下 这衣服要多穿一点 再来我们关心的是 降雨什么时候会趋缓呢 其实从今天开始这个封面通过之后 水汽通过之后 整体的雨都明显的变得比较少 只有在东半部地区 还有中部的山区 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雨 但是在礼拜四到礼拜六的这个过程呢 这个雨区范围 是会再进一步的减少的 只剩下基隆北海岸 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雨 而到了下礼拜一之后 基隆和北海岸 东半部地区的雨会增加 提醒到时候呢 出门的时候 就要记得带一把伞了 以上是经济节的气象说明 今年最强的寒流来报道 除了带来全台的 油感超低温之外 寒流当然也进一步的助攻 就是病毒的传播 除了新冠病毒 还有流感病毒 都是越冷越活药之外 当大家躲在室内 又会增加传染的风险 也让这类的呼吸道 病毒威胁越来越严重 有自己来挂号 也有抱着小孩的 当寒流直冲 全台急动 拖着身体 戴着口罩 来诊所挂病号的民众数量 也跟着水涨船高 天气冷通常病毒比较活跃 那再加上天气冷的时候 一般人会倾向在室内活动 而且常是门窗紧闭 那这个传染的情况会比较严重 大部分来看病的人 都是属于呼吸道感 发烧 咳嗽 流鼻涕 喉咙痛 那如果他又附加全身酸痛 很疲倦 这一类的病人你要高度怀疑 有没有新冠或者是流感 一型流感跟一型流感都在流行 随着气温骤降挂病号的人直线上升 根据近四周的研究数据 腺病毒及流感病毒就是占最多数 两者就有近八成的比例 其次为负流感病毒 另外包括了呼吸道融合病毒 及新冠病毒等等 也都还持续在社区活动 不管是诊所还是医院来就诊人数都很多 而这个状况从数字上也能够看得出来 根据疾管署的最新统计 今年2024年第三周 也就是1月14到1月20号的这个区间 门级诊类的流感就诊人数 是高达了12万7638人次 而这个状况是近十年来的同期次贡 回想2016年初霸王级寒流袭击台湾 AB型流感就大爆发 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科 染病人数双双暴增 紧接着的农历春节假期 全台各大急诊室被流感病人塞爆 就怕2024年的最强寒流 让同样状况再重演 尤其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的即时讯息 台大医院急诊后床人数已经将近百人 病人一路满到大厅 各大医院的就诊人数也都在持续的往上标 12月到2月之间有所谓的跨年 有所谓的春节 那所谓的尾压这些活动 其实都很多的人有的移动跟人有的群聚 那其实在这种呼吸道疾病 其实会增加 尤其刚好又在旺季 多多的因素加肿起来 其实在这个时候的流感的人数 甚至有一些重症 甚至呼吸道传染疾病 在这个时期是最多的 那最近我们发现说 其实在进到这个所谓寒流来的时候 不管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或是感染的人数 的确都还是占这个住院的比例 跟就诊的比例 还是占最大宗的 流感加新冠 双重夹击下 又来个超强寒流 眼看在两周就要过年了 想保护自己 也是保护身边的人 接种疫苗就是一大关键 截至1月22号 全台公费流感疫苗已经接种超过644万剂 其中65岁以上长者有221.7万人已经接种 接种率已经达到了52.9% 但是仍然还没有达到55%的目标值 尽管疫苗无法保证百分之百不染疫 但也能够有效降低重症的发生几率 而除了靠疫苗的接种提高自身保护力 也可以从平时的饮食加强管理 养全骨类 五骨类 跟我们的蔬菜跟蛋白质 原因是因为我们人体 只要是感冒跟发炎有关 都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 那蛋白质它第一个 它提供我们身体架构组织之外 它跟我们的免疫能力就正相关 低脂肉类 然后低饱和脂肪 我们比较说红肉就要少吃一点 我们70%的免疫细胞 都从我们的肠道出来 所以说这些全骨残量类的膳食纤维 如果能够顾好我们的肠道 我们的免疫功能 基本上就是能有一定的表现 那蔬果的摄取 它跟这个所谓的植化素有关 我们讲三高 这一类的民众就要注意保暖 然后跟平常的饮食习惯 就要更加注意 寒流发威 全台持续低温 想避免病毒找上门 从保暖饮食到疫苗 平时就得要加强防护 约日新闻 郑盛维成文学台北采访报道 国际焦点则要来关注俄乌战争 即将迈入第三年了 而俄罗斯周二又对乌克兰 大规模的空袭 发射大约40枚的飞弹 造成了18死上百人伤 另外俄罗斯一架 载有60多名的乌克兰战斧的 军用运输机在边境坠毁 乌克兰首都基辅 周二凌晨再响起空袭警报 爆炸声从远方建筑传开 陆处有民众通报送医 俄罗斯趁美国军援卡关之际 在对乌克兰大规模空袭 特别锁定基辅和哈尔科夫 两大城市 这栋大楼的侧面 就被炸破一个大洞 附近道路也有好几台车辆 惨遭波及被炸烂 镜头前方的男子 重返被毁掉的房间 一脸震惊 快要说不出话 这波攻击 吓得许多民众 爆出心爱宠物 躲去安全的地方 包含基辅地铁站里头 也有许多避难的家庭 感觉今年来这里躲避炮火的几率 又变高 乌克兰总统泽洛斯基证实 俄罗斯当天一口气发射 四十多枚不同类型的飞弹 企图绕过防空系统 哈尔科夫就有天然气管被炸 爆出大火球 还有人惨死瓦力堆 当天乌克兰两大城市 统计至少有18死130人伤 不知防空系统的问题 乌东前线战场缺弹情况 还是很严重 现场虽有美国提供的M109自走炮 却因弹药不足 经常没动作 好不容易收到补给弹药 却只有少少的四发威力也不够强 相反的俄军去年人生产出200万枚的弹药 并从北韩手中买了100万枚左右 这导致乌军即使从无人机看到俄军集结 也因为得考量保留弹药 无法立即消灭 前线乌军面临的状况 还有整体无人机品质不够高 有时飞到一半 荧幕还会有杂讯 因为许多无人机 其实是组装而来的廉价版本 到头来想大举反攻 也不能单靠这样的机型 幸好北约组织最新签署价值 11亿欧元的炮弹采购合约 要补充盟国库存并支持乌克兰 俄务之间战火不停 各种状况不断上演 周三俄罗斯一架军用运输机坠毁边境地区 贝尔哥罗德 这架运输机载有74人 包含65名乌克兰战俘 俄罗斯证实 机上所有人全数罹难 别新闻 综合报道 跟芬兰一起申请加入北约的瑞典 因为土耳其跟匈牙利的阻挠 迟迟无法入谋 而现在土耳其终于点头同意 匈牙利也开始释出善意 瑞典加入北约值日可待 那么北约纳入这些北欧国家 波罗地海的抗俄防线 也将正式成行 精良的战斗机 和训练有素的士兵 正值国际局势动荡之际 瑞典申请加入北约 大秀军事硬实力 就是要让北约成员国知道 让瑞典入谋 北约将如虎添翼 如今瑞典加入北约的阻碍之一 土耳其终于放行 国会以287对55票通过入谋议案 总统埃尔段也预计 几天内就会签署立法 消息一出上至瑞典政府 到瑞典民间都拉高了期待值 不过有分析认为 有些人可能觉得心里不舒服 因为他们认为 入会谈判中 瑞典其实被当政治筹码利用 尤其土耳其总统埃尔段 似乎捞到最多好处 去年埃尔段就不断名奖 允许土耳其购买 美国F-16战机的话 就同意瑞典加入北约 之后白宫果然点头 答应军售 另外瑞典长期拒绝引渡 被土耳其视为恐怖分子的 激进库德族人 以及焚烧可兰金事件 埃尔段此时再以加入北约为条件 最终成功让瑞典修宪 承诺加强反恐 分析也指出 埃尔段借瑞典入北约 在内政和外交上都取得双赢局面 现在就剩匈牙利 这个会员国还没点头 总理奥班是否会想借鉴 埃尔段的手法 值得进一步观察 欧洲各国领袖中 奥班立场相对亲俄 也反对军援乌克兰 而瑞典还曾批评匈牙利民主开倒车 现在瑞典与匈牙利也许有希望破冰 让瑞典加入北约成为事实 瑞典与芬典在乌俄战争开打后 两国双双宣布加入北约 如果最后瑞典成功入会 也代表北欧中立立场就此终结 在芬兰入北约后 俄罗斯还有机会从波罗的海侵犯 现在多了瑞典 就代表俄罗斯想要越过波罗的海 北约就会联合反击 瑞典也和美国签署协议 允许美国完全使用瑞典的17个军事基地 启动北约一体化进程 同时北约本周还要出动9万兵力 举行史上最大规模军演 并签署一项超过375亿台币的 155毫米炮弹弹药合约 就是要展现对俄罗斯的振折力 一部分的支撑是 在最高级的领域 领域领域领域 这帮助世界世界的策略 不过俄罗斯不久前又拿出核武来威胁 象征人类引发全球浩劫的末日时钟 最终决定和去年一样 维持在午夜前90秒 因为乌俄战争造成的核战威胁升级 持续对人类生存造成影响 随着俄罗斯大选快到 反普清的前自由派议员纳德兹丁 获得海内外10万人连数要来挑战普清大卫 不过他是否真能把普清拉下台 恐怕还有很多变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以哈战争 以色列军队在加萨走廊遭到致命攻击 以军在加萨中部买好炸弹 准备引爆哈马斯的据点 突然遭到哈马斯用火箭炮突袭 造成了以色列24名士兵当场阵亡 另外美国媒体报道 以色列打算提出休战两个月 来换取哈马斯手上所有的人质 双方积极邪想中 以色列士兵铭枪向阵亡同袍致哀 就在开战将满四个月时 以色列行动失利 造成多达24名士兵阵亡 是开战以来单日最大伤亡 以军在加萨中部马迦崎地区原本要买雷引爆哈马斯据点 炸弹刚买好就被哈马斯用RPG火箭炮突袭 炸弹引爆炸毁建筑物 让多达21名的后备翼士兵 还有在坦克里的三名士兵全数死亡 纳坦亚胡沉痛发生 在葬礼现场家属更是苦短肠 郑王士兵的父亲韩雷送别儿子 这次事件以色列国内民众反应两极 我疼得我们失去这些美丽的年轻人 我们在以色列必须他们在生存 这很可怜 但我认为我们是一个强烈的国家 我们应该不应该下降 挺战反战声音都有 乙军持续在加萨南部大城甘有离丝作战 但是这段期间在银制人旧的任务上 依旧毫无斩获 乙军带CN团队直及曾经关押人质的地道 但又是晚了一步 人质早已被偷偷送走 只能透过遗留在现场的物品 了解他们的处境有多么艰难 狭窄幽暗的地道 突然看到侧边的空间摆了一张满是尘土的破烂床垫 底部还有检疫厕所 另外一个地方则是有关押人质的铁笼 压在地道上的痕迹 CN团队才呆一下下就因为地道里空气稀薄又闷热喘到不行 更难想象人质要在这种环境关好几个月 现在根据美国网络媒体SEOS报道 以色列有提出了另一份停火协议 包含要停火两个月交换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 部分已军撤出人口稠密区 加萨人民得以返回到北加萨 另外还传出也愿意让哈马斯领袖辛瓦永远离境 换取更长时间的停火 卡达坦言目前停火和交换人质协议 正在积极的斡旋当中 不过开战就快满四个月 以军从北打到南 加萨民众已经万念俱灰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再次批评 以色列政府拒绝两国方案是不可接受的 而英国外长卡麦隆也将出访以色列 就希望能够调停局势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